3月22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间超市爆发枪击案, 亦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警察。 当地警方23日确认, 嫌犯是来自该州阿瓦达的21岁的艾哈迈德·阿利维·阿丽萨, 目前被警方拘押,并被控10项一级谋杀罪。 美国总统拜登23日敦促国会参议院 立即通过更严格的最新枪支管理法, 以国家层面来控制美国枪支的泛滥随意性。 据《华尔街日报》22日的报道, 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准备推出一项3万亿美元的支出计划, 第一个提案将以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为中心。 此外,还包括拜登在2020年竞选期间发布的重建更好计划中 提出的多项气候变化倡议, 之后的提案将侧重于教育和其他优先事项。 预计拜登将在本周听取有关提案的简报, 目前该计划还处于初始阶段。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对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表示, 随着疫情的缓解和美国人重新出门消费, 今年物价水平较将上涨, 但它淡化了对于通胀可能过高的担忧。 据多家媒体报道, 哈里王子已加入硅谷初创企业辅导和心理健康平台BetterUp, 担任其首席影响立官。 哈里王子被任命的消息在23日的BetterUp博客上获得证实, 这是他辞去王室工作后第一次在私人公司正式工作。 75岁的旧金山华裔婆婆谢肖珍17日被嫌犯杰金斯袭击, 她当即用木板回击, 打得嫌犯头破血流, 引爆国际热点。 谢肖珍的女婿陈德和3月22日表示, 岳母身体近期恢复得不错, 被打得眼睛逐渐消肿, 但是家人仍不敢让她出门。 她还说, GoFundMe目前筹款近89万元, 在扣除相应手续费后, 家人准备全部捐给社区机构支持反歧视, 反暴力活动。 在从中国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铜尊, 经过初步的浮土清理后, 铜尊上的文室逐步显露。 经测定, 这尊铜尊高度达70多公分, 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尊。 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中心副主任郭汉忠介绍, 这尊青铜尊在埋葬前已经被砸坏, 所以通过箱体将铜尊取出后, 倒放在操作台上, 让底部的膜来承受整体的压力。 对于铜尊缺失的部分, 蔚来也将通过泥塑、 质膜等方式进行修复, 他预计需要半年时间来修复该尊。